几根树枝和几块布搭起来 就是一个家 一位妈妈和十个孩子住在里面 炎炎夏季到来 他们参风露宿 不止顶着超过四十度高温 还得防范独虫猛兽 这位母亲艾莉和子女们 住在叶门西北部的哈杰省 身为一家之主的爸爸 罹患精神疾病 已经在外流浪四个月没回家 艾莉不得已留下孩子们 一个人出去乞讨 有时没收获 孤儿寡母就得饿肚子睡觉 当地还有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家庭 因为最近几个月战火连天 人道组织没办法过去分配物资 特别是像艾莉 这些没有国民身份证的人 还不一定拿得到救助品 此时正逢伊斯兰教的摘戒月 穆斯林从一天日出到日落都不能吃东西 不过有些叶门人早就破戒 躲在暗处吃东西 毕竟这餐吃完了 下一餐还不知有没有着落 四年内战让叶门三分之二人口 超过一千万民众离饥荒 只有一步之遥 他们的呼喊被炮火掩盖 也没力气再求救 只能茫然望着前方苦苦等待和平到来 大爱新闻 郑宇轩编译 叶门老百姓陷入饥荒的风险 其实这个国家并不是没有地方可以耕种 他们是有农地的 只不过他们并没有种植粮食作物 而是种了大量的这个东西 叫做恰特草 又被称为是东非的因素 光是从字面上来看 就知道它是一种毒品 包含了台湾在内 世界上很多的地区 都把恰特草列为是毒品 是一种管制